Fuel Fiber Food Building Opportunity Bamboo is growing 今年原本是要配合世界族論壇跟地底藝術節 在台灣中央大學這附近舉辦策劃的一系列活動 後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論壇的部分就延到明年 不過今年還是想就竹子的推廣的部分來做一些努力 竹子特性一般是把它當成不是一個正式的建築材料 很少拿來做正式的建築物的事 所以我們想到怎麼樣讓這個竹子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 一個模式就是跟四級活動能夠來互相搭配 四級活動是一個我覺得是一個本身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一個時間內大家聚集在一起 然後互相交換互相分享 所以如果在這四級活動當中有一些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們可以盡可能使用竹子作為材料的話 那一方面它是既輕巧 然後那個要摺收很方便 讓它整個可以搭配整個這種四級的特性 靈活然後可以快速的變換不同的組合方式 所以我們今年就是有一個主題 就是想透過四級的活動來把竹子帶回到我們的生活當中 所以這一次有很多這樣的內容 在我身後這個就是一個行動展覽館 這個後面這個行動展覽館有直徑大概有15米的一個大小 那我們希望可以用竹子的這個結構呢 然後可以做出一個可以快速折收 像雨傘一樣方便折收的這種結構 它是由我們國內的有知名的結構設計師 純罐板所設計的 我們跟它一起合作設計出來的一個展覽館 兼顧的結構的這個力學的合理性 以及這種旗外的美白 在這個藝術剪裡面 座椅更好搭配 那在這個另外一側呢 就會有很多各種不同的設施 像是休息兩頂 這個四級用的攤架 座椅等等 這些用具呢 我們也嘗試用竹子來表現 這次整個桃園地景藝術節的活動呢 這次整個桃園地景藝術節的活動呢 主要兩大部分一個當然就是文化局 他們自己策劃的各個藝術品 在這個校園以及周邊來做佈展 那我們竹會也搭配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們也策劃了大概六七個作品 這裡面呢 有四件呢 其實是工藝中心在去年辦的一個 國際竹雜亭演習計畫 裡面的一個作品 把它錄了十年 在校園裡面總有三座 都是想要創造一個插空間 用竹子來創造一個插空間 那在這個正覽環中 環境當中 可以悠悠地享受 自然的一個美好 那還有一件呢 有一個是福祖 那個是交代許貝選、許老師 跟那學人所一起創造出來的 名稱叫做福祖 就是意思是飄浮的祖 那麼這個輕巧飄浮的感覺 從兩個層面來 就是第一個 這個竹子啊 互相之間不接觸 我們看到那一根根竹子互相不接觸 間接透過一些細細鋼索連結 這個有一個特殊的結構原理叫 天色的一個英文詞 那另外一點就是 整個構成這個一大層的竹子 它只有間接透過鋼索再落到兩根細細的 這個金屬棒上來 所以那個整個大的東西漂浮在上面 乍看沒有辦法一下看懂 到底怎麼撐起來 那這是我們大概想要創造出來的效果 嗯 竹子在台灣過去的生活當中 有扮演個很重要的角色 各種名稱用品都跟竹子透過的關係 那在這個數十年後經濟發展裡面 反而是竹子已經遠離了我們的生活 我們想要展現就是在這次這個機會裡面去展現說 我們透過這個機會呢 能夠讓那個竹子再次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Shield Nursing 嗯 оче DIE 乖